你好 欢迎收看2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林物局为了解决过去共管会流于形式的问题 重新修订管要点 并且在2020年的8月份正式上路 立委廖国栋特别针对花莲阿美族队 齐来亚山圣山管理不商的情形 及后续推动部落共管一事 要求林物局就新版共管内容 当面和各部落头目来简报说明 要落实山林大海部落与整府落实 全力分享责任分摊的实职共管 2020年8月1号至今 林物局新版的山林大海共管机制推行两年多 但细项内容部落头目及多数族人仍不甚了解 立委廖国栋借着封冰箱 巴里湾山证明为齐来亚山 以及相关共管建设发展 邀请林物局和部落头目面对面简报说明 林婉祖来发起 可是林婉祖其实没有办法代表整个部落的声音 所以在新的法会修正之后 它是由部落或部落的团体来发起 我们新的共管办法 刚才有跟大家解释过 其实它是由下而上 所以我们必须是部落大家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有共事 我们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做 即使它不是我们林物局法规所把下的 我们也会协调各个单位来协助尽量完成 除了议题导向部落推举加强主体性与代表性 林管处也不再推举 且共管会原住民族委员代表人数必须超过二分之一 以充分代表部落 另外新增行政委托使全则合一 借此政府可以将自然资源的利用权利交由部落 或原住民团体自足管理 同时也赋予其山林巡护 山林保育等责任 政府则扮演资源检测的角色 如果这些都成熟 那是最后的努力的目标 我们可以透过行政区让原住民部落 我们有一个组织让他自主来管理 周族的理想就是希望交给这个组织 将来族人要打猎的时候 叫他们来给民物局申请 他们一定不要 因为过去的这样一个 那我们是说来授权给这个组织 自己自主来做 由于过往的共管会是由领馆处发起 且仅限于意见咨询 未涉及自然资源的利用 导致了共管会长流于形势 仅止于政府提供的小额资源 现在林务局的新版共管机制 就是要充分落实 全力分享责任分担的实质共管 强调由下而上 部落议题优先的共管精神 以契合原住民族山林管理核心价值 让台湾山林大海永续经营发展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